这段匿名人士提供的视频中 现场是一间不到20平方的小屋 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 一只身长接近三米的老虎 被关在一个特制的铁笼里面 因为铁笼很小 困在里面的老虎只能卷曲着身躯 铁笼旁边的柴油发电机哄哄响个不停 一名年轻男子拿着一条木棍 棍子的前端包着铁片 铁片上连着电线 另外一名男子往铁片和笼子上洒水 之后用木棍往老虎的嘴里戳 在不断的电击下 仅仅是十来秒的时间 几百斤重的老虎就整个趴下 除了看到嘴巴在喘气外 身子已经是动弹不得